哈囉大家好 那些年我們追的球員卡 今天天氣這麼冷 要幹嘛呢 當然要拆卡了還要幹嘛 那麼今天我們要拆的系列可厲害了 它就是呢 俗稱棒球系列新人的指標系列 就是薯條三兄弟 不不不 是Ballman三兄弟系列 我玩一玩玩到自己都又搞到有點搞混了 那所謂的Ballman三兄弟系列可厲害了 分別就是Ballman Ballman Chrome跟Ballman Draft三個系列 那這邊讓大家科普一下啦 所謂的Ballman三兄弟的Ballman Draft 就是指呢 當年的選秀會 大部分的人會出現在Ballman Draft 那因為我們知道大聯盟有30支球隊 然後呢每支球隊每年選秀要選20輪 所以這樣算了多少個人呢 所以它一個系列真的出不完 所以它會保留部分的名單 移到隔年的Ballman來出 那Ballman出完可能就搭配一些 過去他們漏網之魚沒有出到的人 然後一起在Ballman出來 那我們今天要猜的Ballman Chrome 其實鎖定的就是國際球員 受矚目的國際球員 所以呢每個系列都有特色 那接下來我們就馬上要切入正題了 2022年的Ballman Chrome 到底我們會猜的如何呢 趕快來看看吧 第一小盒裡面會有 一二三四五六有六包 每一包裡面大概是五張還是幾張 我們大概來看看 叫五張卡 buy card 這個地方我們看到 OK 好喔 會話不多說了 我們趕快來看看囉 第一包 我們看看今年的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一些 它今年的設計 因為好像在品管上 它有一些小小的瑕疵 好我們現在看到第一張是海盜隊的 老人 算是比較舊的人老人 Karen Hayes 前面兩張都是老人 那我們看到第二張 第三張已經是出現的粉紅亮了 粉紅亮這張是殲民嗎 沒有 我們來我必須要說 小熊隊的這個 Alice Hernandez 好像在農場的評價算是不錯的 我們看看 PINK是多少張 PINK是199張之二 我們看到這裡有限量編號 看緊一點 可能要 199分之二 OK 好 特卡的部分我把它放到這地方 Kolong的話 會發現到 新人都會有First Year的 Logo出現 所以那小聯盟 它穿的是大聯盟的Logo 跟它的球衣 我猜過這系列都知道 它的 因為這些人根本還沒有上過大聯盟 所以它不可能穿上大聯盟的球衣 所以它這個部分 其實是用Photoshop去做修的 那這個大都會的Simon Wang 算是 也算是評價不錯的 農場評價不錯的選手 另外是精英隊的Cesar Prito OK好 大家都不認識沒關係 我們慢慢 以後我們就會認識它 比如說像是 藍鳥隊的Bob Bichette 這是我們在2016 還2017年的時候猜到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喜歡 猜小聯盟的卡 新人卡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 也許當下 它不是很有名 但是也許兩三年 我們再來看它的時候 就像2016年的Fundman 出了Wang Soto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可能只有 最貴大概只有三千多塊台幣而已 但是現在Wang Soto 一張簽名要多少錢 你知道嗎 有可能要一千五以上 普千喔 一千五以上的是美金 所以差了將近有十倍 所以很多說球卡就是一個投資 很多人覺得說有賺有賠 但是就是說好玩的地方在這地方 好這個地方我們看到了 這個人不錯 大家應該都知道 是Bobby Witt Jr. 有RC的Logo RC盾 好 那這地方也跟大家解釋一下 First Bowman Chrome 是第一年穿著大聯盟的球衣 穿著大聯盟的Logo出現的球卡 所以有人認為這是RC 有人認為這是新人 但是有些人覺得說 我第一年上大聯盟有RC盾的Logo 才是真正的新人 所以這地方 雙方就分成兩派 但我必須要說 Bobby Witt Jr. 這張真的不錯 有RC盾 所以有人認為這是RC的球卡 好接下來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吧 好放在這地方 Bobby Witt Jr. 然後這地方是小熊隊的副手 Wishon Contreras 好這地方看起來應該是特卡喔 好這地方是 Cold and Coward 這個系列的特卡 我們把它放這邊 另外看到的是 Diacune 聽我說的搏地球員 很多都是拉丁每周的 這地方是Jonian Walker 他已經不是First Year 我們可以看到 這地方有First Year 這地方沒有 意思就是說他肯定他自己已經出過卡了 OK我們把First Year放在這邊 然後把不是First Year放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他桌面看起來非常的擁擠 但是我覺得目前看起來呢 至少你看這樣的地方 這個人是目前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在農場的系列 OK好來 第三棒 我們的簽名還沒有出現喔 所以這一小盒一定至少會有一張簽名 好我們看到的是新人 Lodoro 是紅人隊的牆頭 下一張是Alice Thomas 在今年也都算是表現得相當不錯 但是我必須要說他今年的Tops Chrome的品管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都有一些痕跡喔 所以這這 未來如果說你想要去做鑑定的話 可能都要稍微評估一下 我們看到下面一張又是特卡了 這地方也是阿希盾 我們把他放到這個地方是特卡 Owen White 有點像是Fall League的照片 這也算是他們出了一個特卡的系列 Insert的系列 我們看到是Black Jordan 不是First Year 但是他被紅花隊的農場也算是評價相當不錯 另外是Akuna 阿希盾 我們把他放到左邊 好 千里還是沒出現喔 第四包 這一包的話有特卡 通常就會有限量的手卡出現喔 那我們繼續努力 希望千里能夠好一點 OK 我們先大家扣瞄一下 我們先看到是X4是老人 接下來就是這個了 剛剛據說才剛剛跟陽姬完成續約的Aaron Jard 在今年賽季他應該這樣講 去年賽季他打出了單季的六十二紅 成為新的美聯的拳打王Aaron Jard 好喔 那接下來是Francisco Alvarez 這在大都貴的農場應該是排名前三名的 所以這系列的特卡我們看到 各位在修長球卡的時候會看到他的框筆 這地方在今年的系列在裁切的部分 似乎有一點失比力了 沒關係我們繼續看 這系列有可能是簽名喔 你看到這個人是Rover Hustle 不是簽名嗎 是特卡的地方 Hustle也不是第一年的First Year 這兩邊剛好都是仔細一般的 就趕快看一下就是第五班 想一想想要兩塊子熊能 所以這系列不能夠待太久 必須要快速的來做介紹 今天我們看到RC 所以這是RC的量 我會猜到RC的簽名嗎 Elon Jimenez 白瓦隊的Elon Jimenez 這地方是Jodan Lower 各位我們要特別注意喔 在今年的LiZona小偉隊 因為他是去年的選秀 但是他今年非常備受期待的一位新人 這是他的特卡 我們看看這位是簽名嗎 好點好選不是簽名喔 看到的是Rover Hustle 應該是有限量的 就是RC Jack Berger 499章現在49章 可惜阿如果RC能夠中到Hurira Riggs 或是我們講到的剛剛Bobby W.Jr 應該就很棒了 今天有RC做的新人喔 好像名單都還不錯 Colson Montgomery 這次出過的另外是Ware's Cat 好不重要我們繼續 簽名沒出位 但不會這次的沒有簽名嗎 不會那麼好運嗎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就算有宣傳直播 但應該不會啦 反正我目前在網路上看了這麼多 目前來的應該都還沒問題 但我目前看起來應該是補簽 但是看看人員會是誰 來我們看到是老虎隊的Hobby W.Jr 老人另外一個就是 Semato Parade是皇家隊的當家補手 我們看到這個系列 第一張簽名 First Year 第三張應該是簽名 Logan San Sorny Robert Serny 呃 我必須要說 呃 可能 還有更好的人選 但是沒關係 我們還有下一刻可以繼續努力 我把他放在這個地方 Rober Serny 費承人費承人隊的 我們看他是 呃 2021年的第十輪 等於是第295順位 我把他靠近一點 所以他的順位不是很前面 沒關係 我說過了 只要有猜到都有機會 希望無窮 好接下來是白外的的Wider Virus 以及 亞森 是德州有機兵的 OK 這都是First Year 我們把他放在這個地方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二盒 這個系列呢 非常謝謝我們小助手 先幫我把那個 南纏的薄膜給卸掉了 好第二盒 第二盒希望能夠好一點 我們說 永遠都會下一盒 或下一包會更好的 第二盒的第一包 加起來希望有一個 小一點的限量 或者是Susory 或是Goreal 我都覺得很好 我們目前還沒看到比較大的高限量的 哎呀結果沒看到我第一包 竟然就出來了 而且還是補簽而已 接下來只能找到能夠人好一點 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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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簽名已經出來了 怎麼辦 結果白外隊 今年的投手這麼少 結果還讓我選到一個投手的簽名 再次強調 彩卡不是每次都能夠贏的 好 好 這是Tanner Midalgo 是白外隊的投手 感覺不是很理想 但是沒關係 我們後面 看看有沒有低限量 補一下 Super Refredo Go Refredo 然後對到對的人 這一盒都還有機會 好來我們繼續 不要氣餒 來 繼續來看到的是Freddie Freeman 我們看到有紫色的 然後又看到RC RC人要對喔 我們看到了至少有Otani Otani的補卡 OK 所以我們剛剛要上來對一下 喔 這個地方我們從下一開始來看好了 下一張是 Marco Hernandez 是精英隊的 然後接下來看到的是 一樣是Ryne Rakley 是救命戰巨人隊的 我們看看這一張是RC 希望RC到 Fernandez 或是誰都可以 喔 O'Neal Cruz 其實也不錯耶 海盜隊的O'Neal Cruz 的RC 有盾 這張紫量的話 應該是 250分之135 這個人還算蠻對的 我發現我們今天 這一盒裡頭的RC的人 都還不錯 剛剛我們已經猜到了 Bobby Witt Jr. 那這邊又有一個O'Neal Cruz O'Neal Cruz的話 其實也備受期待喔 海盜隊的 我們在 他身高67歲手遊擊 是大號的遊擊手 那在今年球季 我們也看到 所謂的五大好球 有他就是接到球之後 背力非常的強 所以他在打擊跟 手背上都有相當好的表現 那海盜隊我們知道 是小市場球隊啦 但是他是從到齊隊 最早發跡到齊 他也是國際球員選進去的 所以到海盜隊 有他自己發展的空間 那我們也希望他能夠 真的成為一個 明星選手 接下來讚的啦 我就說我們這一盒 RC特別多 看到了是誰 海豹發光盲隊的 Wonder Franco 他即使是普卡來講 因為從去年開始 Wonder Franco 就一直是備受期待的 至少我知道這幾個大頭 我們已經中到了 Bobby Witt Jr. Wonder Franco 還有剛剛我們看到的O'Neal Cruz 都是我們非常期待的 我只差 Hulio Rodriguez 應該就可以湊齊 四大天王了 OK 我們繼續往下看 結果呢 下一張是 Ferrando Tadis Jr. 也希望他 在禁藥風波之後 能夠趕快回歸 我們看到下一頁是 Rosman Berdugo Is the first year 再一個是 我們看到這個排到隊長有緣 接下來是Yandre Rojas OK 我們看到這個系列應該是特卡了 Elie De La Cruz 這在 在年初的Fullman系列裡頭 他算是大頭 所謂的大頭 就是他的價錢是相當不錯 是 星星納迪洪倫隊 相當備受期待的新人 OK 這算新人的特卡 好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比較低限量的球卡 當然雖然我們的人都不錯 當然如果說能夠有用到限量的話 當然是更棒的 那今天的速度會稍微比較快 因為我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剛接觸Bowlman 或者是Bowlman系列的話 到底有什麼好猜 有什麼好玩的 新人大家也許都不認識 但是未來的驚喜也許會在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去看看網站的一些分析 我們又看到RC了 我們看看是哪一隊 老虎隊應該是 Spencer Torkeson Torkeson也算是老虎隊的選球狀元 大家也知道 三年前的選球狀元 雖然去年搭上大聯盟之後 表現也不是非常理想 但是也是備受期待的強打者 下一張是 小熊隊的Table Killin 秋季聯盟的特卡 運動家裡的Junier Perez 然後接下來是Harry Ford 這都是1st year 一個已經不是第一年了 好喔 到處爹吧 會有球棋嗎 會有地形嗎 Yeah I hope so 我們來看到就是 Rion Scott 應該是國家聯盟的新人王 如果沒記錯的話 MJ Melendez 是皇家隊的 RC Diver Kuda 我們剛剛已經中過他的補卡了 OK 他應該是有限量的 可惜 沒關係 我們要放在1st year的地方 Rosario Quintana 另外一個就是 Georgie Valeria 有沒有覺得 最後一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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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直播真的不簡單 還要自己炒熱體分 看到紅雀這個 Wong Yates Kristin Yarich 怎麼辦 最後一張了 感覺是特卡 驚喜 要多一個量的沒有了 我看到Net mean 這張就是 Liver Taduro 都是第二年出的 來 最後一張是 Wong Yates 是洛杉瓶到集隊的 也是新人的特卡 好喔 十二包全部拆完了 待會來做個總結吧 那些年我們追的球員卡 要來到總結的時候到了 記得我在開場的時候有說過 投資理財有賺有贏 有賺有輸 贏虧自負 但是呢我說過了 你要把它當作是一個興趣 不要把它當作是一個賭博 然後亮麗而為 那像我們在2012年 有猜到打筆修遊的RC 這是Bowman Chrome 然後這個是2018年大股商品的RC 那當然那時候我們猜到這個是開心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今天 一盒兩張簽名 但是呢一個投手 拜託110個名單 雖然沒幾張投手 我居然還猜到投手 表示我運氣相當不錯 OK 那接下來這是費成人的第五輪 明明就有這麼多人可以猜 我猜第五輪的選手 那我們不是說沒有機會 但是我們知道 有期待就會有點小失望嘛 希望能夠猜得更好 但是我必須要說 其實包括在這一個 至少在這一個裡頭 我們在RC的部分 像是O'Neal Cruz 他算是相當不錯的選手 還都會備受期待 那他的正常的第一年的 First Year的Bowman Chrome的簽名 他的其實也是相當有價的 那在今年我收到RC的名單裡頭 包括了Bobby Witt Jr.跟Wander Franco 也是備受期待的兩位選手 那我們至少普卡都有中到 所以呢 欸 一定要這樣安慰自己 也沒有算太差 誰知道後面會不會 他又打起來之後 價格高漲呢 也再次提醒大家 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那謝謝你我們追蹤全員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